請起立 走開 請坐 大家同心 大家學員 大家好 我先簡單介紹我自己一個 我是高雄酒的酒長王寶儀 這三位你應該知道 我今天要講的題目 我是每一期題不一樣 但是我的內容也不一樣 我會參加食物下去 我的題目就是 如何提高政治素養及領導人才的培育 因為大家來民政府上課 大家未來都是領導者 所以今天我先把這個概念給你們 以後你們就知道要怎麼做一個領導者 這個政治素養 什麼叫做政典 政典就是說 來管理眾人的事情 在古早的時候 他沒有政典這兩個 因為 剛才開始有這個人類的時候 人很少 所以他沒有需要 用這個政典來管理 他是人 沒有多少人 要是有家庭之後 就有社會 社會之後就有國家 國家之後就有全世界 你變成全世界的時候 你就要有統一的方法 來管理這個人 因為人實在太多了 所以你一個家庭 你有家法 社會有團體法 國家有國家的法 世界有國際法 所以我們今天來民政府上課 你們二的就是國際法 因為我們是在處理國家的事情 這是比較大的 現在就是說要給你們了解 政典 他這個政治素養 一個政典人 他要先有政治素養 這個政治素養是什麼 就是你的德性 你的品德 你的品性 如果你這個人是對的 你來處理這個政典 這個政典才會對的 如果如果人不對 就變成政客 因為我們政典就是政客 跟政治家 兩種人在處理 因為 不要說台灣 全世界現在的政典都已經 生病了 所以很多問題在出來 所以我們秘書上在研究這個國際法 不是剛才解決台灣的問題而已 世界各國所有 都有這個領土的問題 因為大家都 都因為那是他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有一個國際法 來處理 所以 今天你們在學的 算是說很高升的 不是剛才那個一個國家而已 是一個國際性的問題 國際的政治問題 所以你們就要知道 你們今天來學 將來對你們的影響很大 要怎麼說你可以提高這個政治素養呢 要怎麼來看呢 譬如說 我們辦一個影響 我不知道你們有看過 電視也好 國際性也好 國家也好 還是地方的 一個很成功的影響 就是說 他裡面的人 坐著都不會學會講話 聽 他就是聽 那主講者在講話 也不會有孩子在那裡插 也不會在那裡走來走去 所以一個民族 他要有政治素養 你一個影響的場合 你就看得出來 影響裡面 如果有的人 走來走去 旁邊 交兒 他在講 洗什麼 或是小孩走來走去 譬如說 他沒有尊重這個影響的場合 他覺得這個影響沒那麼重要 所以才會 你的影響糟糟糟糟糟 你會聽到說很吵 你就沒辦法聽主講者講話 這就是個人的政治素養問題 很多人不知道說 這個政治素養要怎麼培養 其實就是用最簡單的你這樣去看 你一個公共的場合 你這樣不能遵守說 不要說話 不要吵鬧 不要喧嘩 這是很重要的 不然 像說 我在美國的時候 你在公開場合 他們的說話都怎麼樣 他不會說 你在那裡 我在這裡要用教的 他一定是站在你的旁邊跟你說話 所以你在那個公開場合 你要跟誰說話 那是小聲在說的 你不能從這裡發到那裡 所以 你在公開場合 他是安靜的 雖然很多人 但是他是安靜 但是你要在我們台灣的餐廳吃飯 這樣一桌一桌 你會覺得說 那是誰在說話很害怕 每一桌都在說話 那就是很害怕 你也不知道在說什麼 就是說 你在公開的這個場合在做什麼事情 你要顧慮到第三者 你敢是去插到第三者 這就是政治素養 你可以洗什麼說 你不能宣發 你很大聲說 這就是一個民主的政治素養 我為什麼要說這個呢 因為你如果有政治素養 你會知道什麼事情不能做 你如果不知道 你會覺得說 我做這個有什麼不可以 就是那種感覺就會出來了 所以這個政治素養是很細的 很微妙很細的東西 這跟個人的修養有關 譬如說有的人 偷偷東西 他不覺得什麼不對 他認為你有錢 我幫你拿有什麼不對 因為我沒有錢 他不曉得這個行為不對 他現在照顧了 他的邏輯判斷就不會正確 因為他就是這種邏輯 但是有的人不是 有的人就說 這個東西雖然放在這裡 我沒有得到他的允許 我也不敢把他打開看 他就是原封不動都放在那裡 這個東西都不會打開 就像說 古早時代你們在說 日本統治台灣的時候 那時候問無關的東西也不會打開 就是那種道德觀 東西放在那裡也是不會打開 因為你不會把它打開看 這是很重要的 我們就是要把我們台灣人 那個觀念 一直修正一直恢復到很古早 那種說 那是我們的本性 本性就是很善良 知道說這不能做 不用說 靠什麼人來幫你抑鬆 你就自然覺得說 那不能做 所以 這個社會的國家 他就很平靜 但是你如果想法很複雜 你就國家還會想很複雜的辦法來管理 所以這就是相扶相承的 所以這個政治素養 是決定說 我們國家會怎樣 因為我們一群人政治素養都很好 你不用什麼管理這個國家就很好 所以秘書長說 未來我們的法律剛才兩條 就是說貪污槍斃嘛 那犯罪鞭刑嘛 就兩種而已 不用太多種 你看看 我們的中法民國的憲法 百多條 也無關你這麼好 那為什麼會百多條呢 他們就是 有這種毛病想一條出來 這個毛病又想一條出來 他沒有去發覺說 為什麼這些人會發生這些問題 沒有從源頭 就是 發生一個處理一個 發生一個處理一個 這種不會根治 所以我們的本性的善良面 你要把它揉出來 你的這個政治素養就很好 你不用很高深的學問 你也是會做得很好 所以一些歐洲的國家 為什麼他們 歐洲來說 他們的生活很悠閒 他們的社會福利也很好 一切很穩定 然後他們的壽命也更長 就是說他們比較簡單 他的頭腦在處理事情 就是都很簡單 不會很複雜 你看中公 那不是很複雜 鬥爭 鬥爭 那頭就很多了 你如果很複雜的民眾 你想想看 他整個社會 亂七八糟 你雖然說 我用階級鬥爭 我現在可以管理 你怕我 但是你整個社會 都說你的時間 時間一久 他會 奔裂 他會倒塌 怎麼說呢 因為你人的本性 不可能一輩子 都不會動 你一定敗壞到某一個階段 那個有一個原動力會起來 像中國就是這樣 共產國家一定是這樣 所以全世界的共產國家 一直滅亡 滅亡 滅亡現在最後一個就是中國 中國 他也一定會滅亡 因為你看 他現在的經濟 一直怕到資本主義 他為什麼不要再共產 像以前的 你如果覺得那個時候好 你就繼續共產 但是人民的本性就是說 我也要賺錢 我不可能說 我們大家都吃這一鍋飯 我們生活都平等 都過了你的生活 這是不可能 人性來講 這是不可能 所以他只要有一點點的機會 他去外面看到外面的世界 他就想要變了 所以中國他的經濟為什麼會變呢 因為他的高幹出在外面看 就是說 人家的生活很好啊 你怎麼會很好 應該你就變了 所以基本上高幹他就是要經濟的 何況人民 你人民你貪不錢 你生活不好 他的社會絕對不會很穩定 所以 一個國家他如果是腐敗 他無法照顧到人民的生活 不用你推翻 就一定有人會推翻他 這是常理 這也是天理 所以 為什麼要呼籲大家就是說 政治素養一定要起來 因為你如果政治素養起來 你不會因為說 這件事不合我意 我就想去 比如說會比較 來報道 你因為開始報道 然後拍照 然後上課吃飯 一連串那些三天下來 有的人來報道的時候 他火氣就很大 他是想說 我新聞前給你 你就要幫我寫 寫好 還要我添一大堆資料 他的情緒就會起來了 這就是說個人的素養不好 因為你要了解 現在很多人來報名 你不可能說五分鐘大家全部結束 他一定有一個時間 你要排隊 像你我講 你去郵局 不管你去哪裡 你辦事情 你就是要排隊 譬如說那裡有十個窗口 你也是要排一條 讓我一個一個去 這速度比較快 你不可以說 那裡有空了 我就把它撞去 不可以這樣 所以你的腳在報道也這樣 你要有耐心 當頭前那些車好 因為這樣服務人員沒有那麼多人 他沒辦法說你十個來十個都 都給你寫好 所以這個排隊的素養要很好 再來就是說 又怎麼看呢 不要說外面 機場公共場合 你們家 或是這裡的廁所 你由於廁所 你就能看出說 我們的素養怎麼 你如果有辦法上廁所 可以保持第二個人再去 也是乾淨的喔 這樣你素養得很好 我們大家就是要有這種心態 不要把公共場合 使用完都很髒 這樣第二第三第四 其他人就是髒 越來越髒 像你在外面也這樣 7的廁所 還是說加油站 加油站現在有進步了 很多場合的廁所都這樣 你要養成 我上完之後 後來一個人又進去 也是乾淨的 這樣全台灣就會改變了 所以要讓台灣人改變 是要為這個很小的地方去做 因為你日本 你知道他怎麼洗廁所 家庭我有看到 他們家庭的廁所 跟這周圍的角落很清晰 他廁所穿了 又在手 用手頭下去 又在那裡洗 你知道嗎 所以整個廁所洗了 又擦乾 所以日本的廁所非常乾淨 家庭的喔 如果在餐廁是怎樣 這個人在那裡洗完之後 你洗手對不對 水有時候會噴起來對不對 他馬上旁邊衛生紙拿起來 就擦乾 第二位進去是乾的 就是國民的素養要這樣 外面你也不會用不乾淨 你家庭也會乾淨 因為我們人 如果住在一個很乾淨的環境 你那個心情就很愉快 你做事你也不會想起 整個就提高啦 所以這個環境可以 引動我們人的內心的一種情緒 所以你像說大間公司在開花也一樣 他為什麼要在大飯店氣派很好 還是說這個會議場所要怎樣 營造一個氣氛 那就是說讓你開花的時候 你全心投入在這裡 你的周圍的環境是這樣 你開花你的情緒就不一樣 這個是很高層次的引導 所以我希望大家 你政治素養要怎麼培養 就是平常你的習慣 你的時間如果改過來 你的政治素養一定很好 這是基本啦 所以你說我們台灣民政府 將來要接政權 最重要的也是我們人 你如果大家都是這樣的素質 我告訴你 你的野菜很好管 你做一個領導者 你的野菜就很好管 如果你本身頭腦很複雜 你想到一堆 我幫你保證你的野菜也是這樣 就是什麼人帶什麼人 這是一定的 譬如說你很樂觀 你也個性很好 你的野菜就是一般人都是這樣 你如果很複雜的 你都負責要心機 要跟人想怎樣怎樣 你野菜絕對吸引來的都是這樣 你給他看一般公司 你給他看就是這樣 所以你要怎樣有 怎樣的野菜人 你就是要變成那樣的人 這是最簡單的方法 你不要去學到一堆方法 那個技巧 那個技巧都沒有用 短期你 你是說方法要怎樣做而已 但是他如果頭腦跟你不一樣 他沒有認同你的方法嘛 他算是再改 所以我們人的頭腦不一樣 方法不是絕對的啦 重要是那個心 那個素質啦 那個素質對的話 你說什麼 他比較能理解啦 你如果他沒辦法理解的時候 他就沒辦法照你的方法去做 這是絕對的 所以我們人說話 就是說表理要一致啦 你不要說一種 啊 啊 內心想一種 我跟他說 有的人比較傲 可能聽不出來啦 但是你不可能騙過一千的人 很多人 那表理不一致 你不可能騙過很多人 可能是少部分人而已啦 所以你們大家要注意喔 你是什麼人 你絕對是帶什麼人 所以從本身從自己改變最重要啦 所以這個政治素養就是這樣 啊你把他應用在公司 他就很好用 這是一定要的啊 因為我本身喔 我連鎖店 我都開 新品店和裔品 我帶過的員工也上千位 啊所以喔 我們為員工的身上 可以看到說 管理是要怎麼管理 所以為 十幾歲到 六十幾歲我的員工都有 啊 你就是要看別人 你比較知道說 我們做一個領導者 我們是要怎麼做 這很重要啦 所以今天我們大家來到民政府 未來我們都是領導者 所以這一種觀念你一定要有 所以我今天說這很重要 你一定要記得 再來就是說 好你當的領導人才啊 你已經是一個領導者啊 你要具備什麼條件 好 第二就說 你的心胸一定要很寬大 因為你一定會 尋到說 跟你觀念不一樣的人啊 啊 你不可以說 他講一個觀念 跟你不一樣 喔你的脾氣 就來了 就起來 這麼多人開花就是說 說沒幾句就吵架 尤其是我們的立法院啦 聽說沒多久 打架 啊你打架喔 你會變成一種習慣喔 他們人會惡嘛 你看到 解決方法就是打架吵架 啊 所以 我們在這個公開場合 你怎麼處理事情很重要 啊 你譬如說 他跟你不一樣的看法啦 你要怎麼去接納他 你一定要找出一個平均值來啊 他跟你之間有辦法交集啊 當然 這個交集很困難 但是要怎麼交集呢 我們一定喔 我們本身的內心要退一步 不可能你都贏啦 不可能他也都贏啦 不可能是單方面的 所以你一定要你退一步 對方也退一步 然後尋求一個平均值 看可以怎麼做 這是比較好的辦法 不可能喔 不可能喔 都是偏袒一方啊 這是很重要的 所以心胸寬大的人喔 他比較有法度喔 容納很多很多不同 像你 你要做一個大企業 像王永慶啦 張榮發營啦 他們教育程度也不是很高啊 但是 他也要用人啊 他有那個魄力嘛 他要用人嘛 所以就不一樣 第二個 你就是說 你的這個見識要廣 你心胸廣大後 你別的事情要多啦 譬如說 我的小學畢業 還是我高中畢業而已 沒關係 你也可以餓嘛 譬如說他交通的 要做機械 他做電阻的 他做電腦的 只要你不會的啦 人家跟你講話 你就要好好聽 去學 跟他講說 因為人家有人的專長對不對 你把它學過來 學過來就比你的了 這就是喔 比你去學校讀書比較重要 因為你學校讀書 譬如說你電子科 你就讀電子科相關的 但是社會大學不一樣啊 社會大學就說 包羅萬象啊 有在菜市場買的 像我掌一個高鐵 我在裡面聽著兩個人 在菜市場賣菜喔 你怎麼知道他們賺幾千萬的呢 他怎麼賺你知道嗎 他們就講一套理論 很好 他們教育不高 小學高中這樣而已 但是他 為什麼有辦法在菜市場賺幾千萬呢 賺到齁 就是說 你那個菜市場你要想看看 一個菜市場這樣而已 你有辦法賺千多萬一年喔 賺千多萬 他的邏輯是什麼呢 就是說齁 他在用人齁 因為他賺那麼多錢 不可能他一個人做嘛 他有請人 他請人是怎樣呢 我如果相信你齁 你說什麼話 我就是要相信 不可以說別人跟我說什麼 我可以懷疑他啦 我就是要相信他 我如果懷疑他齁 我就不要用 我管他怎樣的 關於怎樣解釋 我就是不可以用 所以你用人這個哲學很重要的啦 因為那麼多人 你不可能說 大家都去他講話嘛 你也不可能大家都管得到 但是你就是要有一個觀念 信任他就是不能懷疑啦 懷疑就是不要用啦 你要怎样用人 所以这个见识你要广 第三就是说果断力 你一定要有果断力 你这么多事情在做 很多事情来 你不能三心二意 还是 那种 很迟疑 你很短的时间决定 这个事要不要做 因为你没有这么多时间 你果断力就是说 好 我这项要做不 你是怎样可以判断 你要做不 你就是心理要有一个 万一失败你可以承担的 那种力量 我现在确定要做不妙 万一我失败呢 我可以承担 这样你就去做 因为一间事件 他不可能都没风险 他一定有风险 这个风险要怎样 就是你可以承担的啦 像王永沁 他有陆海空嘛 你空的时候 他头基生也都了解了 了解的都算骨骼 甚至造的啊 那就是他可以承担 他不才继续 然后他也有饭店部 旅馆部对不对 旅馆部 前 应该说前十年都在亏本嘛 要怎样又一间一间 他的旅馆台湾很多喔 国外也有 只要他海运空运到的地方 一定有他的饭店 饭店都了解要怎样 也继续开啦 因为一个企业 他是多元化嘛 他陆海空 可能我饭店 了解 但是我空 空运是 賺錢 他就是这样去用 但是整个企业平均起来 他就是賺錢 所以企业在成功 不是说我每一个单元都要探钱啦 就是综合起来 可能这个了解的 他是代表我一个身份地位 或是说我要客出的 的什么 都不同样 看法都不同 所以你的承担就是你要可以的 你的果断力就是要抢 好 接着要说就是你的责任感 你失败了对不对 你就必须承担一切的错误 你不能够过错 都不愿意 他跟我说怎么 都不愿意 这个责任不能推给别人 就像说日本 国家一些先进国家 他们的政治家 你如果错误判断 他就是要鞠躬下台 鞠躬下台就是 一个负责任的心态 但是你若是一个政客 你会找很多理由 来支撑是怎么要你做 所以一些国家 更落后的国家 他都是找理由来承担 那个官就继续做 一直做 那种人也都做很久的官 因为他很多理由 那种国家 绝对就不选 因为你没法到淘汰 新旧要淘汰 这很重要 所以这个责任感是非常非常重要 再来就是说 你要有坚忍的意志 你做到那么多事情 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都失败 你可能放弃了 你会想说 都没法做起来 就放弃喔 所以你的意志力就不够 你看很多伟人 像国富革命他几次 十次以上嘛 你看秘书长 以2006年一直到2009年 他如果不这样一次一次坚持 可能在中间就放弃了 因为很辛苦啊 一个伟人他要创造一个事业的成功 那个坚忍度是很煎熬的 你如果没法到煎熬 你就是没有办法做那个事啦 所以你不要意味说 你前面的失败就不好喔 你宁愿喔 你在七十岁以前都失败 后面换来的成功比较甜啦 你如果说等下你七八十岁比较失败 可能喔 你会活不下去 那种生痛的大事很大 就像说一个人一生都没疼苦悲痛 一直到八十岁 突然 产生一个悲 像癌症什么 很痛苦對不對 那个人都很想自杀 他没有办法一下子承受痛苦 所以你如果平常没失败的经验 你没有办法承受痛苦 这是真的 所以很多人 你如果有约三点半的 或是说怎么 去煎熬一段时间 你不要失望 就是说这是你的功课啦 你的一个人生的历练 你有这个历练 你后边所发生的事情 你会要处理 因为 这不够高生的学问就是说 你发生一个事情 你有法处处理 那就好了 他不用去误了 就是说你本身的条件 要有够 你遇到问题 你就要处理 你就不会说 一般会怕 你如果不厉害 你会害怕说 我忏了 这要怎么 如果你有害怕的心理 你大概不会成功 你要怎么避免那个害怕 就是你要懂 你要懂 你要懂 平常你要学习 你这不行 你就要学习 你不能说 管他了 这样就好了 你不要再去知道 像说你俄录音啦 你录音 你做得不太好 英控啦 画面画质 你都控制不太好 你只是会操作而已 你就觉得这样就可以了 其实 这个就是做到一半 你就是要做到什么 我有法度把这个英控做得好 整场的英控 听起来 你很舒服 你会 听不下去 你就要学到这样 所以每一项事情 你如果都有学习的过程 当你遇到事情 你是不会害怕的 因为我们人 会被打败就是害怕 你刚才6日 你就是害怕 因为你不会嘛 所以你就会失败 所以你就要不断的失败 你这个害怕才会消除 所以只要 你还没到70岁以前 你都可以承受 最好我们就是说 70、80、90 我们就是在 把我们人生的经验 分享给别人 我们70岁以后 比较少年 你就是要一个心态 就是说 我尽量去学习 有的人说 我60岁我老了 结果80岁听到 你60岁老了 我80岁要怎样 所以你就要知道 你60岁在80岁人的面前 你千万不要说你老了 因为80岁的人听得很奇怪 有的人80岁也很健全 走路很快 身体敏健都很好 因为他的身体就是保佑很好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说 太文明都高科技 我们人都忘记运动 还有饮食习惯 睡眠习惯 像自从 这7、24小时开 还有成品有的 24小时在开 一些行业24小时在开的时候 我们人的活动的时间都改变了 其实是那些人在 晕暗11点 到1点之间一定要睡得更好 不然你肝 你的肝的分泌也不好 长期你就是影响你的健康 尤其是电脑的人 他的行业是电脑 在置业颠倒 那种肝长期也不好 你再来吃营养食品 吃很多的营养食品 来要補这个肝 其实这个生活步调要改 所以在一些欧美国家 他比较先进 他比较早睡 可能9点以后就在睡 他拜他跟拜五 就是上班 拜六星期就是休闲 你就是一定要休闲 因为你一星期上班五天 你两天就是要放松 这是懂得养生的人 你懂得养生 你教会你不用花很多钱 去买健康食品来吃 有的没的买一堆 比如说有的人说 我现在为了经济 没法度我一定要拼 但是你拼到你 你感到成功的时候 你的身体一定一堆病了 你一堆病 你就花很多钱 吃很多油 跟健康食品 这样也不划算 是一个循环不一样 所以我是建议 以我个人的观点来说 一个人够用就好 你贪五千万一页 你三档没法度这么多 你又要怎么穿 又要怎么用 你也不可能用一千万 一年用一千万 你的辛苦 你只要我的生活够用 我要买什么 我要吃什么 够用 满足你的基本需求 这就好了 不然你如果有 很多千万的 很多亿的 你就 你就会把这个钱 再拿去投资 或是去做什么事情 万一失败了 带来很多的负担 所以这也不太好 所以一般我是建议 够用就好 不要跟那个数字赛跑 像我掌理高铁 我听他有人说 他已经贪五千万了 他的存款五千万了 他说我从现在开始 都不用再贪 一直吃到老 也都没问题 还老很多 可以给孩子 所以他就说 我不要为了数字 在那边竞争 每天要赶 要怎样怎样 所以很多人是因为 他做到一个勘账 他做到一个地位 他就会懂得这些道理 他突然觉得说 对啊 我贪那么多钱 要做什么 因为贪贪的买 你也是留给别人而已 你的子孙 但是你的子孙 都在扣你的钱 他自己没有努力来 通常你的子孙 会把你的钱开了 也没做什么 所以上一代很努力 下一代未必好 平均就好 所以 你这个欧美国家 他什么鼓励就是说 你用 6点上班 下班了就好了 休息了 通常用的百货公司 一些餐厅 一些什么 餐厅可能是开到7、8点而已 那如果百货公司都到6点 所以 他们就是鼓励说 你钱探家有够就好了 银眼休息 更早睡 但是他们都更早起来 因为 更早起来的人 更健康嘛 他们就强调运动 健身这种 所以你如果早起来 你精神最好嘛 你要做事件 要做什么的人 一定要早起来 要早睡 如果你的营销 都营销 要到12点 1点的人 那种人通常 事件做得很辛苦 他就要做3点半 要做什么 很多 所以 我感觉说 你们可以去思考这个问题 就是说 你要如何把你的生活 步骤 稍微改一下 这更重要 所以坚神毅力更重要 过来就是说 EQ要高 所谓EQ就是说 你的情绪管理 我们个人的情绪管理 有时候你做到事情 你的依你现况的心情去处理 这样就很糟糕 有可能你现在跟人妹妹 突然一个事情 要叫你处理 你那个情绪怎么放下来 你如果没有放下来 你接着处理那个事情 绝对不成功 要怎么放下来 就是说 先深呼吸 一直深呼吸 跟你的调息 调好正常 你的情绪也稳定 你才来处理 所以你情绪不好的时候 你会说 等一下 你看你要去调整都好 就是不要马上处理 这就是EQ要高 因为你如果说 你的IQ概念 你很聪明 你很有智慧 但是你的EQ不高 也是零分 因为你不要处理 你又聪明也没办法 所以这就是很重要的部分 今天跟您分享这个领导 我带很多观念给你就是说 你不要只是学方法 技巧 譬如说赤跟你说 这方法是怎样 技巧是怎样 那叫做参考 但是中间就是你的概念 要先调整对 才来用那个方法 你一定成功 那个才值得你用 如果说你自己的 这一部分没有调整好 你去看那个方法 你会用错 你可能用完会相反效果 所以有的人说 别别 上课有的人听老师说的 他听的感受是这样 他是这样 每个人都不一样 为什么 决定在你的情绪 你内心现况是怎样 你听起来就是怎样 所以一个很厉害的 人有请那些专家 有国外请专家 说一点点要100万 人就说 他一定很厉害的 不知道说什么 来一听看看 所以很多企业家就去听 他有那一点点 说100万的专家来说 结果 那个专家说了 那些企业主听一听说 才会这样而已 也不值得100万 是怎样说呢 我现在要说有两种专家 我现在说这个专家是有哪个厉害的 他一期他就跟他们说 你们今天那个愉快吗 他就跟他们问这句话 他都没回答 因为有的人就是说 整一天很忙 好不容易赶到这里 那种情绪就很大 他就说 我为了赶这一场 我要牺牲什么什么什么 说一大堆 大家都说很多 那种情绪化 你知道吗 我为了参加这一场 我牺牲赚多少钱 怎样怎样怎样 那些专家就问 你们今天愉快吗 就停了 都没说话 30分都没说话 结果那些人坐在那里说 奇怪 他怎么只讲这一句 他就是要跟大家说 希望你们现在都愉快很高兴 你的心情有愉快的心情带到这里吗 他是要跟他们说 结果那些人是因为很累 他欺费的很快的 会干到这个场 跟他 跟那个竹江小是不是都不一样 这个就不能对等喔 结果那边两点前说 说下去了 那中的企业家都很失望 都说 这个没什么 因为我有去听 我知道 就是说 一个很高深的专家 他讲的道理很简单 让你觉得说 这为什么要花一百万 一点钟为什么要花一百万 大家就质疑了 所以那中就失败 要再一段时间 再邀一个专家来 这个专家 他懂很多 就是说 食衣住行 或是说 这个机械啦 交通什么什么 电脑 他都办 他都有涉略啦 现在一来的时候 因为各行各业的企业家来 都没同样嘛 因为他们算作说 一个 那个演讲的题目就是说 如何当一个伟人 大家企业家都很想当一个伟人 大家就来听 他就开始讲 他做过什么 比如说 机械 电脑 交通 他做很多贸易 很多 说到内容非常的丰富 结果 很多人说 这场很值得 你看 听那么多 结果 大家听之后 很丰富 内容很丰富 大家就觉得 不错 这个很好爱 现在回去之后 大家企业主要回去 这有一个团体 回去之后 他们就开会 检讨说 之前那团跟这团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他们检讨第二团 第二场 就是说 很丰富啊 每个人都觉得学很多啊 但是他们里面有一个企业顾问 就跟他们问说 你们觉得这个内容很丰富 你们学到什么 你觉得说 因为他们都是领导者嘛 你要 你要当的就是说 我怎么管理领导嘛 那些内容很丰富嘛 那帮助你什么 那帮助你什么 结果他们大家想想的 就说不想的出来 那 就突然有一个 他们公司的小姐 在跟他们一个老板说 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行李 要你马上决定要不要啦 结果那个老板就说 你别吵了 我现在很重要的会儿 你都别吵了 他就不可以把他插入 把会主要出力了 那一批成立 可能有两亿 他那两亿就不可以做了 我现在要跟你说的就是说 当一个领导者 你要的是什么 你自己要取决啦 所以那历导很丰富 下来后 他们体会一点就是说 我认识很多知识尝试 不错 但是 就是说 他的情绪还是一样的不平 因为一个领导者 每天很烦躁 因为来的事情太多了 那他要怎么 他如果决定越大的生理 他要越平静嘛 有时候他就走他闭起来 他不要跟人说话嘛 他就说 奇怪 这个心情也没有平静啦 到底是出在队 他就又开花 大家又开花 结果有一个人说 虽然讨论很多 但是 我们今天要的好像不是这个 我们要的就是 我们如何让我们的心很平静 因为一个企业主 你要他常常保持平静 这个人要很高段 那 那不像说 有一个 我知道他国外的 他连那堂都买起来 还是说 哪一个国家 大的企业 他通通给他买起来 这个人很少出现 他很少出现在人家的面前 他都卡定位而已 啊 决定的事情也是卡定位而已 这个人在处理事情就是这样 啊 全世界 有五个人操纵全世界的经济 大概是犹太人 占了三个 连美国的经济 也是犹太人在操控 他们都没在出来 他们那五个人没在出来 啊 他们都在世界各国 结交不同的人 啊 他们也不要记民过 像说他们在敲事情 敲那 几兆又几兆的 也从来没有见面的 他也是电话一通而已 比如说 他在美国 他在日本 啊 啊 我现在买日本的什么 我就跟他说 啊你是谁 这件事你有办法处理吗 他说有 他们就这样信任了 有就是代表你要承担 啊 他们就是都要你操纵的 啊 细节就是 细节就是 细节的人去处理而已 所以那五个人 从来不出现的 啊 他们那五个人的企业 他们不会交给别人 他们的传承 他们的后代的 对了 所以那五个人你 没什么知道 他是谁 你也没法知道 所以你在操控 全世界经济 他是这样 啊你国家 也是这样 啊你又慢慢这样 一直混合到公司 甚至社会家庭 他就是都这样 所以一个领导人才 你先要问你自己说 你是在哪一个位阶 你是A级主管 还是B级 还是C 如果说你的程度到B而已 你不可以做A 做A 你会做四去 你一定要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来 啊A呢 A级 他就是无中生有 他一定要创造一套 来课B 你要怎么做 B B级的主管就是你要误 你要把A级主管的东西捂起来 加C 你要加下去 啊C 他去执行 就是要有这种阶层啦 你不要说喔 你一个人 除非你是一人公司啦 一人公司啥你都要做嘛 如果不是 你如果是中型以上的公司 你就是要这层层 要环环相扣就得啦 就是说越大的公司 你这个阶层 这个环环如果用得好 这个就问题很大 那个骨牌效应很大 所以 定义说 像说我现在民政府 我们现在在宣导 报纸出来 宣传车出来 9月份电视要出来 这个是属于宣传文宣部分 对吧 你有的人 不知道这个重要的 文宣 现在对我们来说 是非常非常重要 也要靠我们的嘴 把他说出来 所以今天 如果你是 一个很好的领导者 你要很会表达啦 你要把你所谓的事情 你要怎么说出来 如果你如果说出来 别人都听不懂 你这个讲法要修正啦 那是怎么说 秘书长他介绍说 他的说服力 会比较大 就是说 他 他本身就懂 然后 把他变成他的东西 在说给我们听 你有感受力 对吧 如果说这套法理 你是用笔喔 我跟你说 听的人也听不下去啦 因为你是笔啊 你自己没有了解啊 所以最起码 你在认识这套法理的时候 你要了解 你不要用笔 因为我也看过 人用笔喔 笔到一半 突然脑袋空空了 忘记了 你就接不下去了 因为你没有理解嘛 你也不要担心 我说 他都不接受 其实不要接受是很正常啦 我刚才说的时候 人也不听啊 我每次要讲一段时间以后 人才会听嘛 因为你讲一段时间 你更知道说 原来我们懂多少 所以今天我要把这个 领导的观念带给你们 就是说 从平常做起啦 你慢慢你的这个能力 就会具备上来了 所以今天这个课程 因为时间的关系 那个施宇在哪里 对 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先到这里 那我这边有名片 你如果要问我事情的人 可以来给名片 就是说今天到这里 希望你们回去好好的想一下 好 谢谢大家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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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